1001夜陆云青死了吗?幕后终极大BOSS,竟然是威廉。 1001夜陆云青死了吗?幕后终极大BOSS,竟然是威廉。 电视剧《1001夜》中,白海的母亲是陆云青,当年发生火灾的时候,陆云青更是抛弃了白海,自己逃走了,从此消生秘迹。 那么陆云青与莫南是什么关系呢?其实莫南一直认为是陆云青杀害了莫南的父亲,并因为如此,把所有的仇恨都报复在了白海的身上。 1001夜将要接近尾声了,最新剧情中,白海收到了一个包裹,就是陆云青寄来的,说明陆云青环没有死,而真正的幕后黑手,其实是威廉。 但是莫南一直很相信威廉,以为威廉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事情的真相并非如此。 由邓轮,迪丽热巴主演的电视剧《1001夜》如今也即将迎来大结局,而关于一直困扰大家很久的一桩二十年前的旧案也即将覆出水面。 当年云和花艺失火是导致莫南父亲死亡的直接原因,而莫南也一直以为父亲的死跟白海妈妈陆云青有关系,甚至是陆云青害死了自己的父亲。 当年莫南的父亲因长河与莫南的母亲离异后,与白海的母亲陆云青共同开办了云和花艺。 云和花艺在华东地区享有一定的名望,可是最后却因两人理念不合而解体。 也正是那一晚云和花艺起了大火,因长河在那场大火中去世了。 而陆云青却意外地活了下来,他带着云和花艺的所有资金离开了。 莫南一口咬丁路云青是为了云和花艺的钱,所以才将父亲活活烧死。 为了替父报仇,莫南将加大力度对白海的报复。 威廉为了收购花家,更是在持续理智的莫南身旁山峰点火。 就连白海的车祸,也是威廉一手制造的。 当年的一场大火,不仅让莫南没有了父亲,也让白海失去了妈妈。 根据白海的回忆,当年独自一人去花店找妈妈,但是却正好碰到花店失火。 白海跑到花店去找妈妈,但是火势太大,被困在里面。 而鲁云青在看到自己的儿子之后也并没有出手相救,而是自己一个人离开了,从此以后就消失在了白海的世界里了。 而白海到底是怎么从火场出来的鹅,也引得人们猜测连连。 但如今的鲁云青仿佛凭空消失了一样,莫南将所有的仇恨都发泄到白海的身上。 不过,从雨剧中的剧情中来看,鲁云青似乎也出现了。 白海正在开会之陆,收到一封加急的邮件,一时经白海脸色大变,惊慌失措地离开了。 从白海的反应再加上莫南问前台之后得出,应该是鲁云青出现了,而随着鲁云青的出现,二十年前的一切就真的要揭示了。 谁能让迪丽热巴在自己怀中吃东西?25岁的她做到了。 在迪丽热巴的粉丝群体中流传着一句话,如果你不喜欢迪丽热巴,可能是因为你没有了解她。 迪丽热巴是我国著名女星,很多网友和粉丝都很喜欢迪丽热巴,她清秀的外表和傲人的颜值曾经让许多人一眼就记住了这个漂亮的女孩儿,令人意外的是迪丽热巴不仅仅容貌非常清丽,就连细致曾经也是一等一的好啊。 迪丽热巴精致的五官曾经是很多人羡慕的对象,她标志性的大眼睛和双眼皮以及挺拔的高鼻梁和小嘴,都很让人羡慕啊,毕竟这么多好看的五官放在一张皮肤白细嫩花的脸上,怎么可能会不好看呢? 如果你认为迪丽热巴仅仅是靠着外表吸引了大量的粉丝,那你就错了,任何人都无法仅仅凭着好看的皮囊而增长久的大红大紫。 但是迪丽热巴曾用实际行动和精湛演技,向我们证明了为啥她能够一直大红大紫经久不衰的原因,因为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啊,怪不得那么多人都曾表示喜欢迪丽热巴啊。 谁能让迪丽热巴在自己怀中吃东西? 众所周知迪丽热巴似乎是个可爱的小吃货,爱吃东西的她为何会在别人怀中吃冰淇淋呢?实在是很令人好奇原因啊。 曾有网友爆料称,谁能让迪丽热巴在自己怀中吃东西? 25岁的邓伦才做到了,在两人曾经合作的新作品的剧照中,25岁的邓伦做到了让迪丽热巴在自己怀中吃东西,邓伦看起来真的是很冷啊。 很多粉丝有的时候溃迷,有一部分粉丝甚至不愿意自己的偶像和别的异性接触,他们认为自己的偶像应该是属于自己的,其实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明星也是人啊,他们也有喜怒爱乐婚丧下去啊,所以说当谁能让迪丽热巴在自己怀中吃东西? 25岁的邓伦才做到了 关于谁能让迪丽热巴在自己怀中吃东西? 25岁的他做到了的事各位观众老爷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大家下方评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proteins人民包括人们和英语、annts的广都可以作变包括这种考识的微笑度。